- 嗨! - 嗨! - 嗨! - 嗨,各位! - 歡迎來到我的金鐘獎紅毯典禮的虛擬世界 - 歡迎! - 如果他們在玩,然後就會在忙 - 他們就會把手機給小朋友 - 他們也不知道要拿起來 - 只會一直看到一個鼻孔 - 走一走去,走一走去 - 走一走去,走一走去 - 所以我裡面穿的都沒有穿東西 - 我是裸的,沒有 - 有,其實我的親戚員就說 - 是虛擬衣服,那你下面到底要穿什麼 - 我說,不用穿什麼 - 他們說,什麼什麼不行不行 - 沒有啦,我是會穿非常非常簡單的衣服 -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穿 - 其實最近今年也有,你知道Bella Hadid - 她也有穿一件 - 就是她沒有穿東西 - 然後她把它噴上去 - 我覺得那個好酷喔 - 所以有一點點類似這樣子 - 我覺得現在的Fashion - 其實是越來越科技感 - 然後越來越想 - 你一想,就是想不到的樣子都有 - 所以今天你會看到的 - 我其實當然是沒有那個衣服 - 因為那個不存在 - 然後我要擺Post那些都是要 - 然後假裝我身上是有穿那件衣服的感覺 -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挑戰 - 所以我今天有一點是女王的心意 - 的感覺 - 蛤,什麼什麼是虛擬,你知道 - 我就是不懂嘛 - 然後就開始研究 - 然後就發現其實真的是有一些 - 真的是在做很史上的虛擬衣服 - 誰真的會花這麼多錢去買一個不存在的衣服 - 然後一聽到我入圍金鐘獎的時候 - 因為我是水下的一個節目 - 就是Aqua Challenge - 我想說,那不如直接用一個真正的是水做出來的衣服 - 因為虛擬衣服就真的是 - Anything can happen, anything goes, right - 然後也不知道它不會和聲 - 會不會很塗,會不會很假 - 所以是緊張 - 但是也是還蠻期待的 - 我還找了一個網路上的一個設計師 - 就幫我一個,先畫一個我想要的樣子 - 然後我們再給,我們現在陳補 - 陳補就是要再幫我們做虛擬衣服的設計師 - 其實虛擬衣服,我一開始看的時候我是笑的 - 我是用笑的方式 - 說哈哈,這是誰會買 - 這個好瞎喔,這是什麼東西啊 -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 - 我想說,OK,為什麼大家會願意花這個錢 - 可能是下一代的流行 - 的確它是回事 - 環保的 - 然後現在很多人真的是不出門的 - 他只是拍一個照片,放在Instagram - 那你花一個一千塊美金 - 去買一個禮服 - 然後只穿一次 - 這的確是很浪費資源 - 如果有這個虛擬衣服 - 你每一天都可以換不同的一套 - 然後也可以有不同的樣子 - 謝謝大家 - 辛苦了,辛苦了 - 對,真的好期待喔 - 這個真的是我第一次拍這樣子的東西 - 然後很奇怪 - 因為真的身上都沒有東西除了珠寶之外 - 所以還蠻期待出來的效果 - 還有衣服的那個感覺 - 但我覺得虛擬的好玩的就是 - 任何可以的 - 所以… 期待喔 - 然後希望你們也會喜歡這個作品 - 拜拜 - 幸福